金髮碧眼露出甜美笑容 39岁的斯尼沃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担任监据 他却着休假空档到拉丁美洲的贝里斯度假 却在失踪一天之后被发现沉湿河中惨死一伤 警方调查发现他14号原本跟着旅行团 打算参加骑马行程 但现场刚好少一匹马 斯尼沃自愿放弃行程 一个人到附近河边坐瑜伽 旅行团回来之后只看见他的瑜伽垫 却到处找不到他 直到15号警方才在河面上发现遗体 他身上只剩一件内衣全身瘀青 脖子上还有勒痕怀疑死前遭到性侵 电视台同事听到二号全都不敢置信 斯尼沃热爱旅游 只要休假就会往外跑 他为人乐观正面总是笑脸迎人 也不忘提息后劲 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女记者 想起过去回忆 忍不住哽咽落泪 ABC电视台痛虚英才 在第一时间发布声明致哀 而目前警方仍在全力追查 希望能早日抓到冷血无情的凶险 记者综合报道